黑鮪魚的話它有四身上腹中腹 還有後部和三角這個地方 光是黑鮪魚的生魚片就分成好多種 魚肉剖面是紅色魚肉布滿白色油花 越均勻就越好吃 當然價格就越高 但看看旁邊其他種鮪魚 存紅色的魚肉 而且價格差很大 鮪魚大概三萬多 黑鮪魚的話大概都三十幾萬那邊 其實在台灣撈捕黑鮪魚 在台平洋黑鮪限額一年是1709公噸 因為漁場限制資源短少 這近十年的魚貨量都沒有達到500公噸 也就是說黑鮪魚補不到三成 日本過去曾向中西太平洋委內委員會提案 希望增加黑鮪魚配額 沒有結論 再轉向台灣尋求配額 以300公噸黑鮪魚額度 換取300公噸大木鮪魚 當然不對等 你比較有價值的東西 換比較沒有價值的 不等值 台灣政府基於予互利立場 漁業署同意將明年太平洋黑鮪配額300公噸 移轉給日本使用 看似很公平 但仔細比較實際拍賣價格 黑鮪魚一公斤破千元起跳 大木鮪魚連300元都不到 價差10倍到20倍 等量卻不等值 實際上是不利漁民的賠錢生意 但是你不知道明年會不會比得更多嗎 更多一點對不對 才有意義嘛 兩種鮪魚價格懸殊 將近20倍的價差 政府已經預想台灣漁船捕不到黑鮪魚 才答應移轉配合 不管是互惠還是賠錢的談判提案 都得提報今年12月 WCPFC年會通過採算定案 卻已經讓漁民質疑政府在國際先低頭 怎麼維護台灣的不予權益 記者張春華林智慧屏東報導 記者張春華林智慧屏東報導